大家好,我是李医生 我们的肺呢,与外界的空气啊,有着直接的联系 为身体输送新鲜的氧气和二氧化碳 但是肺部呢,又是比较脆弱的 如果不小心的话,很可能会受伤 一般情况下呢,当肺发生病变的时候啊 很多人都不知道 等发现之后,发现呢,是中晚期 错过了治疗的最好时机 其实呢,肺部疾病的来临,它并不安静 如果说身体出现了异常 最好呢,就是及时的就医 抓住黄金指导器 那么肺部病变,头部先知 头部如果出现四种异常,切莫大义 第一种呢,就是面部的浮肿 面部的浮肿主要是因为肿瘤压迫了上腔静脉 由于上腔静脉靠近肺 所以呢,上腔静脉很容易受到肺部肿瘤的挤压 而上腔静脉呢,又会回流到头部的血液当中 会造成头部血液的淤积 而血管当中的这种静脉压 如果升高的话,就会导致面部的浮肿 另外呢,就是眼瞼的下垂 眼睛肿胀和眼瞼下垂啊 也是肺癌的早期信号之一 当肺癌这个肿瘤压迫到了脸部的神经 或者是眼部的神经的时候呢 就会让人的眼睛变得肿胀 眼瞼下垂 第三个表现呢,就是脸色发黑 很多人觉得脸部的颜色发黑啊 可能是长期受到了阳光和紫外线的刺激 会有黑色素沉积在脸上 从而导致皮肤变黑 如果不是因为长时间受到阳光的照射 面部呢,出现了不正常的色素 就需要考虑 是不是肺部已经出现了病变 阳气无法进入到面部 导致了血液流动缓慢 从而造成了面部血管,缺失营养 另外一个表现呢,就是咳嗽,咳血 咳嗽呢,是最常见的肺癌的首发症状 超过一半的病人啊 都是因为长期的咳嗽前来就诊 那么肺部的病灶呢 它会压迫到支气管和支气管周围的组织 造成严重的咳嗽 肺癌的咳嗽呢 主要是一个刺激性的干咳 不能通过常规的治疗来改善 而咳嗽的时候呢,不会有痰炎 部分患者呢,会出现痰中带血 肺癌是一种非常普遍的高发病率的一个肿瘤 如果说头部出现了四种异常呢 一定要允许重视 需要定期的进行身体检查 平时呢,要注意检查自己的心理状况 如果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啊 一定要去及时的就医 好了,我们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 关注我,了解更多健康知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